之前跟着出景都是一些火景 或者说像跳楼 就这种比较大的这样一种救援 但那一次戒指就让我觉得 其实我们真的也在做非常多的小事 去借着这种景呢 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 其实我们在评传出景过程中 还遇到过许多这种 啼笑皆非的景情 比如说这起跳楼景 请请赞养一台车大楼大楼 别去激化他 我就是怕他喝了酒的那种 隔远一点他喝了酒 不要激化他的情绪 大家火急火燎的赶过去 结果那个人就是喝醉了 嗯 拉着吗 你还给我这个刀 对不起 关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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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一起就是一个小女孩 她的脚卡在这个贡献单车里边 我为什么要拍照呢 要跟我丢人是不是 谢谢 别急 别急 来 别急 他就出来了 我的脚 还有一起 就是小男孩啊 她的手啊 就插在了那个树枝里边 好吧 不要扯 不要扯 没事 没事 我手就要他这样直着啊 不要玩 别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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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我把他 我把他拿下来 走 一起 还有就是宠物狗把自己的头卡在笼子里边 太难了 我太难了 当然不管大事小事 只要是属于我们要求职责范围类的事 我们都使命必达 着个人 老匀 鲜 老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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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匀